好賬號這一個林秉書 恐怕是嚴家的大貴人 這一個禮拜博版面吸金的新聞 奪走了嚴寬恆家裡的土地發財術 不過作為一個公職人員的選舉 確實他的土地他的財產 都要經過全面的檢驗 沒有錯因為隨著這個林秉書 逐漸降溫了嚴家又加溫了 大家又開始去關注到嚴家的土地發財術 當然了幾件事情是新的 過去的東西就包含說 所謂這個817帝號的這個招待所 這招待所在嚴家自己開 嚴寬恆自己開了怪手 去挖下第一塊磚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叫落幕 因為我原則上 我自己就媒體操作角度 我覺得這個設計的其實是蠻巧妙的 他去挖 當然秉書到他有沒有執照 這件事我覺得蠻不錯的 可是問題是他挖完之後受訪說 他自己也是這個公保地的受害者 那就讓很多人覺得不能接受 哪有一個賺1億多的人 說自己是受害者 他光那個地就近賺了1億多嘛 你這樣講自己是受害者 就沒有道理 而且他是買之前就知道他是公保地 等於他用便宜的價錢 去買這個公保地 買完之後呢 又擴大使用 蓋了非常大的違建 做他們家的招待所 要不是在這選舉 他們這個招待所 繼續長長就就 所以他竟沒有受限制於 公保地的建築法規限制 而且呢 他在稅務上是便宜的 買地上 購地上是便宜的 事後呢 如果被徵收 還可以多賺1億多 所以這件事情 坦白講 我覺得是嘴快多講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 讓我們基地要是扶出來 是清泉鋼竟然浮出來 因為清泉鋼產業園區 這件事情如果沒有選舉 大概連在地人都不知道 這件事的玄機在哪裡 在於是 他因為經過幾次還評 4月29號一次 第一次還評 9月23號第二次還評 12月3號第三次還評 火速通過 後來人家才發現 原來嚴家最小的兒子 在裡面是有這個開發的股份的 然後是裡面開發公司的董事 那大家都懷疑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的環評通過速度太快了 而且很多在地人說我根本不知道有環評 然後呢 去看他環評人數 甚至有零在地人出席過的狀況 所以第一個環評就讓人家很激昂 第二個是說 因為他旁邊是清泉鋼機場 沒有軍方的人介入 這件事也非常非常怪 因為如果你這個開發案涉及到軍方的話 他就叫做藥塞堡壘法 那如果運用到藥塞堡壘法的話 那是非常非常麻煩 而且非常攏長的 你只要一進入到軍方來去做評估這個東西的話 你根本沒有個3.5年 坦白講根本很難通過 最近一個比較有名的案例 大家知道就是八仙樂園 八仙樂園那時候萬海的時候 要把那塊地盤活的時候 因為那邊被軍方設定為是紅色沙灘 就是解放軍要登陸的在關渡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用一隻卡一隻卡 卡到很久 最後為什麼蓋那個所謂的滑水道 因為後來他們評估 滑水道可以擋中共的解放軍的船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第一個 他那個滑水道就是你大型氣流人 上來的時候可以卡 然後呢 我在講一個 萬海還在外面 幫他們設了這個防波體 然後呢 裡面都機槍孔全部都蓋好 他那邊八仙樂園才盤活 所以後來 八仙樂園不是發生城報嗎 第一個到的不是小防隊 是軍方 因為軍方平常就演練在那邊集結紅色沙灘 所以軍方比在地的消防隊還找到 所以這件事要跟他講是 你如果涉及到軍用 因為旁邊是清泉鋼機場 清泉鋼機場是 我們中台灣最重要的一個空軍機場的時候 你在那麼快速度的時候 聽說是沒有軍方意見的 所以大家就問說 那清泉鋼產業園區 到底是因為 有嚴加的介入才這麼快 還是說他本來就該那麼快 可是就算就我們對一般環民的了解 那邊有環景制 環景制也算是保育類的鳥啊 環保團體怎麼沒有去抗議 所以這些都很怪 所以那這是第二件事情喔 可是問題是你看整個嚴加在中央選區的狀況 後來發 今天我跟一個不是在地 但是長期搞地方派系的選舉的人聊 他一句話點心我 他說檢調查這個草米粉 重點不是查草米粉 草米粉一定查不到錢怎麼來 可當檢調介入在查草米粉的時候 嚴加後續的資源下不去 因為造成是嚴加 然後中間是條阿咖 然後下面再散下去 里長等等 檢調一介入這邊說 嚴加就下不去了 或是嚴加已經下去在條阿咖這邊 條阿咖不敢動 他說這一塊會造成很大困擾 就是說也導致嚴加這麼的生氣 說壓人取共等等 就是說他不是真的擔心里長被抓走 而是如果你這個資源下不去的話 票會估不出來 然後對於地方派系來說 他會沒有安全感 或許還是動得出來 他會沒有安全感 然後他會估不出票 然後他會不知道 對他們來說他們都是個換算 就是我下多少錢開多少票 他們那個換算率換不出來的時候 他們選錢一定會不知道怎麼開的 因為我們看過很厲害 那會不會到時候賭盤先開出來 也有可能啊 他那開賭盤就是賭盤 用賭盤來帶這個票啊 沒辦法因為就都透過賭盤來 讓金牛流怪 那就是看檢調有沒有去抓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看過厲害的 真的是可以開到一個社區 這個社區開幾票他會知道的哦 真的喔 真的真的 等一下議員可以講 真的 他們長期在綁這個社區 假設是30棟 每一棟都有一個負責人 然後這個負責人可以串幾票 那個社區都算得出來 可是大前提是 你那個資源要下的下去 這是大前提 那第二件事情是 現在他們重武器出來 就是都是延期錶出來 現在聽說很多場都標課開始跑 然後標課出來跑的時候 有一個美感大家可以注意 他也可能站在旁邊 他都不是叫寬恆 他說講 我兒子 他要做強連結 就是確實有些是上一代的交情 有些人是說 標課出來一百次我都會投標課 可是如果不是標課的話 兒子不見了 所以他現在都說 我兒子 我兒子 所以確實在這一系列看起來 對於嚴家來說壓力確實是很大 可是有個問題 嚴家現在是一個人的武力 你看林靜宇週末要辦 蔡英文要下去 重武器 結果呢 蔡英文現在要幫林靜宇 開始拉台站台 公投說明會這禮拜六 之前蔡英文不敢 我們講蔡英文沒有下去 因為蔡英文如果動 盧秀燕會動 那這樣就會上升那個對決的高度 可是現在蔡英文想要不管嘛 這個禮拜六蔡英文跟蘇貞 下去林靜宇辦了這個公投說明會 假借公投之民行拉台林靜宇之時嘛 可是嚴寬很尷尬是這個週末 這個禮拜一吧 他跟盧秀燕站在旁邊 然後記者問他說 請問你們進院總部主委要邀盧秀燕嗎 空氣凌結 嚴寬說中二選區的選民就是我的主委 所以說變成是說 嚴寬現在變成說 國民黨跟他保持一段距離 然後朱立委員也沒有下去 然後大家也不見到辯護 大家講很清楚嘛 你選擇是你家發財 又不是我發財 啊我幫你辯護滿臉豆花 那到時候也是我的個人的政治聲望 可是對盧秀燕來講 如果中二嚴家垮了的話 事實上盧秀燕明年選舉的時候 這一個區塊可能開票也會受到影響 可是如果嚴家活過來的話 盧秀燕要繼續跟嚴家去做協商 會繼續被嚴家綁架 所以這筆帳很難算 在盧秀燕角度就是 我對 嚴家如果選上 我後面在那邊動 可是你也是產營啊 你也沒有辦法大營到幫我多拉多少票 可是我如果幫你讓我形象受損 這一次公保的盧秀燕行已經掉很多了 我幫你讓我形象受損 然後讓你繼續綁架我 這筆帳其實我認為盧秀燕是不是這樣算的 我覺得他某種時候認為說 垮也好 沒垮也OK的 那樣的態度 我覺得才是比較像是盧秀燕的心態 那正好事實上喔 現在看起來 高嘉瑜跟林秀蘇的版面比公投還要大 像本節目今天還給AIT吃漢堡的畫面版面喔 也算是珍貴難得 但是倒數九天的公投 確實萊豬的議題是重要的核心之一 應該是這樣講喔 昨天呢這個蠻有趣的 這個蔡英文跟AIT還有美國在台商會 一起做一個這個餐序啊 他們餐序的迷目是 慶祝在台商會七十週年啊 可是事實上你去看蔡英文的貼文 他根本不是在慶祝在台商會 甚至美國在台商會跟孫小雅 也不是在慶祝在台商會 他們在幹嘛 在推美豬公投啊 原因很簡單 因為蔡英文的推文就寫著 他們在幹嘛 我與孫處長一起品嘗了 晚宴準備的美國牛肉漢堡 然後呢 他說不論美牛美豬 只要符合國際標準 大家都不必擔心 那這個這件事情 蔡英文要特別強調 這是美牛漢堡 對 他把美牛 而且他要hashtag美牛漢堡喔 他們怎麼沒有順便吃一個美豬漢堡 因為美豬沒有進來台灣 0.6%進來嘛 可是還不好找 要買一下拿不到 找廚師認真做一下美牛美豬 兩種口味 我覺得看完我們節目 可能就美豬戰斧 美豬戰斧 戰斧牛排 但是這個就資訊量很大 第一個插花是說 你看有這種好局都帶著那個正文餐對不對 對不對 真的是手心手背 我跟你講手心還是肉 手背不是肉啊 你看蔡英文沒有帶賴清德去啊 但是旁邊正文餐也不知道湊什麼熱鬧 也跟著吃漢堡 他吃漢堡看起來就特別好吃 沒有這也是重要西味啊 孫小雅是西味嘛 對 那孫小雅旁邊站 這個蔡英文這張照片合理嘛 對 哎 啊這裡 這是誰 顧力小孩沒有他靠近 靠近孫小雅 國安會趕快去顧林秉書啊 沒空來吃豬肉 牛肉 或漢堡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看這樣 第一個資訊量很大 第一個你看正文餐在這邊 我覺得蔡英文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 沒有手心才是肉 這第二件事情是 我認為他涉及到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蔡英文對民進黨來說 一直是民進黨的重武器 就是最後的招牌 像蔡英文去中二選區的話 就表示民進黨全部幹下去 可這個東西蔡英文出手 我認為我的解讀是 民進黨評估另外三項公投相對穩定 把戰場最後的一個戰場 就是在這個美豬的戰場 所以也是喔 表示民進黨自行之所在 第三件事情關鍵 美國也出手處理這個美族議題 所以你看我們最近看美國的 包含商務部 他是像組合拳一樣 一拳拳打出來 然後薛瑞甫都直接說 如果這個萊豬逆轉 台灣會更孤立 那薛瑞甫這一幫人是很挺台灣的 是每次解放軍飛機來 他們就出來罵人 我們台灣熟悉的喔 然後禮拜一是王美華跟雷蒙哥 商務部長兩個會談說 台美科技貿易投資架構 然後蘇利文禮拜二講說什麼 講說美國會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 中國武力攻台 所以看起來是 第一件事 民進黨評估立位三更公投相對穩定 最後一個關卡 如果美族公投被民進黨逆轉 抱歉 那代表朱利文的喉嚨被民進黨割到斷 就是你連萊豬都守不住耶 你連萊豬都守不住啊 你當什麼國民黨黨主席 但是我看不到國民黨這樣的 所謂的氣勢什麼 那先不談 所以蔡英文在找孫小雅吃美牛的漢堡 但是朱利潤我聽說現在發動在算 侯友宜的戰犯戰 是啊 朱利潤在找電背啊 就是說反正就是說出事後 我被割斷不是我領導無方 是侯友宜不夠同心同德嘛 那有趣的事情是談侯友宜 反正都談侯友宜 今天在新莊有個超級大場的 這個國民黨的公投說明會 今天晚上 就是我們播出的時候就差不多就在公投說明會 等於是主戰場在新北市在新莊 侯友宜沒到 為什麼沒到有市政行程 他的市政行程有多重要呢 有比美豬美牛重要嗎 真的很重要 他去視察淡水的新北市跨年煙火的施放場地 然後呢 所有國民黨市議員都沒辦法陪同 因為國民黨市議員要去新莊場對不對 就我了解今天都是民進黨市議員陪同侯友宜 因為民進黨不用去國民黨的場啊 所以是民進黨市議員陪同侯友宜 視察淡水的這個煙火施放場地啊 所以很好笑嘛你今天國民黨自己都搞不定內部的戰場嘛對不對 那民進黨的第一件事美國的組合權來了 第二件事他們評估另外三項公投都相對穩定 萊豬是最後一里路 第三件事你看到沒有民進黨周末是用百工百業座談會打這個 所謂的四項公投你要知道 百工百業只要出來那是總統大選的格局 只有總統大選才有可能把包含會計施工會 鑰匙工會建築師工會肉品協會全部人兜齊 那這些人在產業是有行業影響力 所以換句話說民進黨是很清楚要把這個四項公投 四個不同意把它割到贏 就是把國民黨的喉嚨割到斷 可是問題是國民黨現在還在就是有點離心離德啊 然後朱立倫在找戰犯然後想丟包給侯友宜啊 那侯友宜問了2022年的選舉 又沒有辦法跟這個合適靠太近情況之下 確實我覺得整個其實快要被逆轉的感覺 好我們稍後回來